全油管最快新闻 黄山白茶与珠兰花合体出奇迹 黄山带着珠兰花站带着空山中弥散幽香 玉石缥缈滋味,玉难以捕捉 黄山白茶在春日里极短的时间采摘制作而成 今春雨水充沛,山间缭绕更甚 黄山白茶所制鲜绿茶自带清泉嫩粒香 如此,与珠兰花印制时愈发需要甚至诱甚 保留茶香之余增其香韵 一个印刺需要一批仙珠兰花,数个日夜紧盯着 随时调整温度,湿度,四批仙珠兰花下了熏制 鸟鸟茶香中这才有了暗香输引的幽谷兰香 而另一费工费时的工序这才开始 珠兰花小,且茶匹珍贵,为宝茶在后续存储中的稳定滋味 只能人工将珠兰挑剪而出,数日而成 做珠兰花茶的第三年,我们的茶严守往年品质,如约而至 珠兰花茶,本身足够好,印制得足够清晰,清澈,再怎么折腾,细品慢绰,都有一股神韵从骨子中浸出 珠兰花茶自古有之,而珠兰花与黄山白茶相印却不常有,印制四次,在市面上几乎难寻 一年一计,以两这个称重单位计价的珠兰花茶,短春一彩的黄山白茶,四次印制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合二为一 慢泡一杯珠兰花茶,清澈的淡鹅黄色茶汤,值得一遍又一遍的细品,沸水之下,幽居山间的珠兰,在黄山白茶的嫩粒香中徐徐轻占 第二泡,第三泡,稍稍降温在饮,珠兰香释放着深谷良意,不浓不裂 不是把所有都摊放开来,任君绣纹的直白香气,而是缥缈的,不说尽的渺渺滋味 带饮罢,哪怕过了半晌,口舌间仍于波绵长,幽香依然,米酒不鲜 黄山白茶与珠兰花,合体出奇迹 这杯茶的缥缈优雅花香,让人陶醉于其中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时